歡迎大家回到我Algebra 2 Series 1的Section 3 今天我會教大家什麼叫做複合銜素的模組的模範 Function Composition Model 未開始之前我提醒大家 我叫做Layton Tom Lee Domas李成 這是我的Email Address 你可以發個Email給我 下面就是我所有YouTube Paylist的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準備了一個游泳池的體積的例子 這個游泳池的體積是跟這個游泳池的水的深度有關係 它們的Function 即是它們的函數之間的關係 就是這條的Function 是等於2乘比4 D square 減3 的二次方 D 是用meter 用米來量度 而V 是用meter grid 用立方米來量度 除此之外 游泳池的水的深度 亦都是 depend on T 這是一個時間 這個時間用 hours 是多少小時或一個單位 我們的Function 是D of T 等於2分之1乘比Square root T 加4 現在我們要把上述兩個Equation Model 成為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 我們會看看體積和時間之間的關係 大家留意到這個時間是世界T 世界T 因為它的單位是In Second 就是用秒來計算 而大家T 的單位是用鐘頭來計算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將以上的題目 轉成一個V of Small T V of Small T 即是我們會看看 以下每一秒幾多秒鐘之後 我們那個泳池的體積又會增加多少 不過首先我們要計算 Function V of T 這個T 的單位是In小時 接著我們要將這個In小時的單位 轉為每秒鐘的單位 我們會轉為Function of Small T 這個 Small T 是以秒鐘為單位 不過幸好我們就知道了 每一個鐘頭其實是有3600秒 所以 Small T 和 Large T 之間的關係 就是 Small T 等於 3600 個T 這個就是每個鐘頭有3600秒 好了 我們現在走去指帳上高 我將會教大家如何計算這兩個功能 好 現在我們要計算的就是 我們會有一個V D 的功能 即是體積 Depend on 水的深度的功能 就是二乘比四 D Square 減比三 Square 而之外我們也知道 這個水的深度 是Depend on 時間 這個時間是In小時的 這個也有一個功能 就是二分之一 就是Square Root T 加四 現在我們想計算一個功能 V of T 即是經過幾多小時之後 體積是幾多的功能 V of T 是什麼呢 T 其實也就是 D of T V of D of T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複合的函數 我們將兩個函數複合在一起 計算出來 我們就將這個D of T 等於二分之一的T加四的Square Root 放進去 我們就會有V of二分之一的Square Root T加四 這個是大家知 這個就是V of這一個 這個就是二分之一的Square Root T加四 放進去這條裡面 我們會知道 就會變成二 乘比四 然後這個是二分之一的Square Root T加四 的Square 減三 再Square 這個二分之一的Square 就會是四分之一 Square Root T加四 就會是T加四 沒有Square Root 就沒有了Square Root 就減三 然後Square OK 這個就是二 乘比什麼呢 就是四分之一乘四 就是一 T加四 這個就是乘比T加四 減三的Square 也就是等於二乘比T加一的Square 那麼T加一是什麼呢 T加一的Square 就會是T square加二T加二 再乘比2在外面 就會是2T square加一 加1 這個不是加2 加1 這個就是2T square加4T 再加2 這個就是我們得出的功能 V of大皆T 但如果我想計算V of小皆T 而小皆T就是秒的 用秒鐘來計算 那又如何計算呢 我們知道了 T就是等於三千六百個T 等於三千六百個大皆T 大皆T是等於世界T除比三千六百 我們將這個T等於世界T除三千六百 代入這個功能裡面 我們會計算到 就是世界T除三千六百的Square 加4乘比世界T除三千六百 就是T除八百 加2 我們將這個計算到 V of小皆T的功能 當然了 你可以成為了 我又不成了 我又不成了 我只是做後面那一切 就是三千六百除比四 就是八四十六 那就是八百 就是T除八百 九四十六 就是T除九百 加2 就是T除九百 這條功能 就是Volum of water Depending on T 這個T是秒鐘 這條功能 就是Volum of water Depend on Hours 就是時鐘 即每一個小時 假设1.5小时之后,究竟有多少体积的水在游泳池中? 我们将1.5代入这个功能里面,V of 1.5 当然我们在用大加T这个,就是2乘比1.5的Square,再加4乘比1.5,再加2 1.5的Square就是2.25,再加6,加2 2.25是什么?2乘2.25就是5,加4.5,4.5 4.5就加6,加2,一共是12.5m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12.5m 这些Square,水泳的速度也相当之慢 这就是一条数据,告诉大家如何把几数据合在一起 好,多谢大家收听我这个视频 Adios Hasta Luego Bye Bye